好 回到盤面 目前人臉辨識的耗星公事再度的往上了 剛出現了連續的買單兼開低拉回 但是在盤中是向上翻紅 似乎有籌碼換手在上的一個現象 總座盤是進一步的解讀跟觀察 我們繼續來請教現場資深分析師曾煥文 KV好 明天午安 大家午安 好 KV 我今天一定要請教一下 你印刷電路板PCB這個族群了 因為2313的滑通 今天滑通的股價再度的又創下新高的一個價位 滑通這一波他開始上演的是籌碼戰 因為近期他的融券張數是不斷的增加 已經超過1萬張的融券空單了 今天股價是直接跳空往上 目前是鎖在掌停板 為什麼要問滑通呢 因為滑通你從月初又提醒大家 從年初就告訴大家 今年PCB產業閒於大翻身 訂單一路的接到年底 結果股價他就真的一路的漲到年底 那滑通的股價是已經翻了好幾倍上去了 整體的PCB族群公布出來的營收財報 也確實都繳出了不錯的成績單 滑通他第三季的獲利是創下了16年半來的新高 我們先來看在獲利的部分創16年半來的新高 今天創高的耀華第三季的獲利是創今年來的新高 包含6269的台郡 近期的股價也明顯的轉強了第三季的美股淨利3.48元 也是創新高 包含了景碩 包含了最近郭明奇點名的加聯益 第三季的EPS也是年增了9倍之多 那10月營收陸續公布出來之後 看到不只第三季創高 到第四季會不會繼續的又往上創高呢 因為像耀華呢 他10月的營收連續3個月創高了 真頂10月的營收連續2個月創高 景碩也是連2個月創高 華通10月的營收也是維持在接近歷史高檔的一個成績單 到底PCB族群今年為什麼會鹹魚大翻身呢 整理出來幾個原因 等一下請教Kevin 接下來到底PCB會輪動到誰 印刷電路板呢 近來當然最大的利多 大家都聚焦在關於蘋果供應鏈的身上 導播我們特別整理出來這PCB到底有哪些利多 讓大家來看一下 iPhone X的供應鏈前一陣子呢 有提醒大家 春田製作所可能掉單 因為它的天線軟板藍綠不佳 訂單轉到了加聯益 郭明奇也點名看好加聯益的後世 那每一支iPhone X呢 大約會用到13塊軟板這麼多 所以今年呢 供貨就一直喊缺 而且報價可能有上漲 那在車用這一塊 因為現在車用電子的應用越來越廣 車用高頻版的需求在今年也增加 所以也溢住了要滑的財報 金居最近的股價非常的疲軟 因為他說銅箔的價格 明年可能會反轉 報價有壓 但是成本還沒有轉價到下游 所以整個印刷電路板 現在好像變成是有一點 上售下肥下游的表現會比較好 怎麼觀察整體PCB今年的鹹魚大翻身 好 我們先從華通講起 其實華通這檔股票漲到現在 但有一點出乎我的預料之外 因為其實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我相信有鎖定我們這個時段的官方 應該記得 我那時候很早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說華通的訂單是滿到年底 沒想到它股價真的一路漲到年底 當然我們當初跟大家報告 它是屬於基本面的部分 那接下來從11月份開始做噴出 但跟這個籌碼面有關係 開始做一個軋空 所以過去是漲基本面 那現在漲的是籌碼面 其實華通的股價我們看 下面放外資 其實外資今年買最多的時候 就在今年第一季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華通的訂單就是滿到年底 我相信那時候買進的外資 基本上一樣跟我看到的這個消息 就是華通訂單滿到年底 所以它們大量的買入 但你可以發覺8 9月 10月的時候 外資開始做一些調節 就代表他們覺得股價也漲得差不多 但沒想到最近的噴出 是來到軋空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能做到 但是把基本面跟大家介紹清楚 那講到PCB的部分 除了華通是屬於這一個手機的部分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明天有講到 其實在車用PCB這一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是今天 大家也可以關注的一個焦點 為什麼講到車用PCB 很簡單 車用PCB 第一個 它的毛利一定比手機的PCB來得更高 另外一旦切入了這個車用的 訂單之後 它不太容易換廠商 因為它要做認證 對 它都是一個比較長線的訂單 對 所以接下來 你一旦被認證之後 就屬於長線部分 那車用PCB的應用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很多的應用 你說現在車上的電子設備越來越多 不管是螢幕也好 或說是安全駕駛 自動駕駛等等 基本上都會用到車用PCB的部分 當然你說台灣的最大的車用PCB廠是進棚 那進棚的股價 但最近也漲了蠻多 從9月份開始起漲 從53塊漲到65塊 是外資一入買 但是車用PCB的部分 基本上它包括的範圍非常多 我今天再把焦點再切細一點 切到哪裡 切到車用雷達板這一部分 車用雷達板是用在哪裡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現在很多的車子 基本上自動煞車系統會變成一個標配 如果前陣子大家有看廣告 這個好像是玉盛 玉盛幫國產汽車 幫國產的這個廠牌拍了一個廣告 就是說他如果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 他可以緊急煞車 現在不管是國產車或說這種雙B的進口車 都已經把自動煞車變成選配或標配 自動煞車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一定會用到什麼 用到毫米波雷達 現在毫米波雷達的標準的大概是屬於77GHz 這個是毫米波的單位 他主要分為24、77跟79 那現在市場上採用最多是屬於77GHz 那裡面會用到什麼 比如說高頻的PCB板 還有高頻的基板材 那我們舉高頻基板材的部分 其實全世界現在領先做最好的 是一家叫做Rogers的公司 這家公司大家看一下他的股價 這是月線 他的股價除了創下歷史新高之外 這一年來已經漲了兩倍 所以代表現在不管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說這個自動煞車系統 或說未來的安全配備裡面 會用到非常多的這個毫米波雷達 那一定會用到這個雷達板 那台灣基本上只有三家公司在做 一個是先鋒 一個是耀華 一個是定影 所以如果你要投入這個相關雷達板的投資的話 只有這三家公司可以選 這三家公司我幫大家比一比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他們的股價漲幅 從8月份以來呢先鋒漲了32% 其實之前我們跟大家介紹過先鋒 今天股價又創波段新高 那耀華呢股價漲了73% 那另外定影的部分呢 只漲了8% 所以從股價漲幅來看這三家公司呢 第一個定影漲幅最少 那再從籌碼面來看的話呢 外資對於先鋒 9月份以來是小幅賣超500多張 那耀華部分呢是賣超4600多張 但是你看6251的定影 外資9月份來是買超了2495張 而且這三家有做車用雷達板的公司呢 先鋒的股進比是1.92 耀華是1.08 定影的股進比才0.8 股價位階確實是最低 那講到定影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財報 第三季的財報已經公布了 前三季呢總共獲利是0.22元 重點是他去年前三季是呈現虧損 尤其是去年第三季大幅虧損 但是呢他現在呢正式轉向 我剛講的車用雷達板的部分 已經讓他的 讓這個定影呢由虧轉盈 那他的這個供應也非常非常多 包括這個continential 還包括日系的車款 另外呢全球非常大的一家 這個汽車電子大廠叫Volio 也頒了一個獎給定影 成為這個最佳供應商 代表定影的這一個品質呢 非常非常的好 那現在呢 電影在車用這部分的營收佔比呢 已經來到35% 而且他最近最重要是這件事情 他跟瑞士的PCB廠做這個高頻車用的產品做合作 我剛提到規格有24 77跟79他都有做 雖然目前還沒有被認證過 但是一旦認證過之後就像我剛講的 這種PCB車用部分一旦認證過之後呢 除了毛利高之外呢 未來就屬於長單的部分 那他股價位階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剛剛另外兩檔先鋒跟耀牙比起來 股價位階比較低 而且外資有買 所以我覺得呢 未來這個毫米波用的越多的話呢 應該這樣的公司呢 市場上會慢慢發現他的一個商機 好我們就繼續扣著汽車產業相關的一個題材 因為呢在昨天日本的豐田也公布了他的財報 還有財測表現是相當的亮眼 我們先來看一下日本豐田今天的股價 豐田今天股價呢又大漲創高 雖然開高走低 可是他今天盤中創下的是兩年多來的一個新高價位 那為什麼財報會亮眼呢 其實也是敗今年日元貶值 還有豐田削減成本的策略奏效 上半年到9月為止上半年的獲利呢 是成長了13.2% 營收也成長了8.6% 而且呢他也上修了到明年3月前的財測 年度盡力渴望達到1.95兆日元 比先前大概上修了0.2兆日元左右 那為什麼財報會有這麼明顯的一個翻轉呢 主要是呢 雖然今年美國市場祭出了一些優惠 讓他們的車的價格價是打得蠻激烈的 但是呢弱勢的日元是支撐的獲利 所以這個匯率的因素 還是會接下來在豐田當中 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但是呢豐田在公布的財報同時 他也宣布要買回2500億日元的庫藏股 也激烈了股價的飆升 而且他今年要再度的增加他的研發支出 研發的經費呢 將會達到破紀錄的1.06兆日元 其實呢台灣有非常多的豐田汽車的供應鏈 Toyota汽車也一直都是國人心目中 大部分啦市占率很高 很多人的一個選擇評價的一個車款 從豐田的財報 豐田的股價創高 還有他要持續的增加他的一個研發支出 怎麼來尋找相關台廠的商機呢 對這個豐田在台灣基本上 就Toyota市場上認同度非常高 因為他的車光在二手市場的這個殘值呢 是比其他車來的更高 所以大家非常喜歡 但明德剛有提到 日元貶值確實也會讓豐田車賣得非常好 其實豐田的部分呢 他除了在傳統的燃油汽車之外 其實他在不管是這種油電混合車 甚至輕能源車部分呢 他一直都有在發展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重點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就是豐田呢 終於呢 在中國大陸呢 蓋了第一座嘉青站 嘉青站幹嘛 當然就是發展他的輕能源車 因為豐田呢 我們知道他在輕能源車部分 基本上呢已經發展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呢 這是有一個非常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中國市場確實是比較大 而且呢 過去中國市場呢 豐田沒有辦法蓋嘉青站 但是這一次的嘉青站呢 已經在中國大陸建立之後呢 我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 豐田的嘉青站 這在中國大陸部分 那講到中國大陸的 這一個嘉青站部分 我們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中國大陸 對於這個輕能源的部分 他們有一個政策的藍皮書 2016年的時候有公佈 那2017年呢 預計大概在12月之前也會公佈 我們先看一下2016年 那時候他們公佈的 簡單講呢 到2030年的時候呢 光是輕能源產業的商機 會來到一兆人民幣 那現在中國呢 全中國大概有九座的嘉青站 雖然還不夠多 但是呢 中國大陸對於 這個輕能源車的補貼 有11款的這個燃料電池 還有另外兩款的這種 專用的這個燃料電池車呢 都已經納入了這個推薦目錄 只要納入推薦目錄的話 大家知道一定就會有 這個資金的補助 所以代表 中國大陸是有在推這一塊的部分 那這個豐田呢 最近他們這個嘉青站蓋了之後呢 他們有一款車叫做 馬拉伊 馬拉伊未來呢 這一款輕能源車呢 市場上稱作叫做終極環保車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加輕三分鐘 既然可以開五百公里 而且我們知道 輕的這個來源是水 基本上呢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污染 所以呢 這台車呢 基本上現在已經做量產 只是說現在呢 嘉青站還不夠多 但是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嘉青站已經蓋了 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嘉青站開始蓋 所以呢 只要嘉青站變多的話 我相信呢 輕能源車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推行呢 一定會非常的順利 可是講到輕能源車 我們先必須關注一下豐田 豐田呢 基本上呢 我們看下一張 他的這個發展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但是呢 全球大概有兩千四百項專利 都屬於豐田 所以豐田過去在製造這個輕能源車的部分呢 除了這個動力系統的交流電機之外呢 其他包括燃料電池組 還有除氫罐等等這種核心呢 核心的這個零組件部分 都是豐田自己研發 而且自己生產 所以一般人很難打進去 結果沒想到台灣其實有一家公司呢 在很難打進去的情況下也是打進去的 就是1513的中興店 中興店呢 是台灣目前唯一一家打入豐田 氫燃料電池裡面的部分 因為他今年才跟豐田簽署了氫燃料電池的授權銷售合約 而且跟印度跟菲律賓現在也在談這個採購合約 而且講到中興店 除了他未來的這個營收來自於氫燃料電池這一部分之外 現在呢 包括美國的應用材料 應用材料呢 它裡面要用到生產這個面板跟半導體設備的真空槍體 就很多的製程呢要在真空的狀態之下使用 那這個應用材料的真空槍體呢 就是由1513的中興店做供貨 所以我覺得從半導體 從面板跟氫燃料電池來看的話 我覺得中興店的股價在這個地方 股價位階還是偏低 而且外資在這兩天開始呢 終於恢復買超 所以我覺得股價位階偏低 再加上這未來的題材呢 應該股價還是有機會做一些表現 觀眾朋友可以做個參考 好 所以看到這企業財報持續的公佈 除了台股的企業財報 日本現在的大型指標企業豐田財報 看到財報優異的表現 相關的豐田供應鏈 或許也可以作為短線上選股的一個參考方向了